而我国才宣布要开放日本福岛食品进口 就有民众在卖场发现 现在呢在货架上已经摆出来自福岛的 罐装白桃鸡尾酒令人相当的困惑 明明就还没有正式公告 为什么已经可以上架贩售了 对此食妖署解释 其实酒类本来就不在管制的范围当中 但有民众质疑说 难道用福岛产的白桃制成的酒就不算食品吗 另外呢有不少民众担心 会不会开放之后 以后会不小心买到来自福岛的食品 对此卖场通路业者也回应 由于福岛的商品已经停止进口很久了 众多的品项都已经改从其他产地取而代之 来到卖场却看到货架上 已经摆出福岛产的这款白桃鸡尾酒 原产地是前夜线没错 只是福岛五线食品8号才宣布解禁 最快要在18号正式公告后才能进入台湾 难道是业者抢先贩售吗 那个时候在管理的时候 没有把它放到食品这一块 就是可以进的 因为它也不一定就是高风险的 从医学到假如油的话 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 不过我相信日本政府 他们一定有在做一些管理 单单就有酒精饮料的话 就不晓得他们是 是看日本方面的一些报告呢 仔细看酒精含量3% 果汁含量7% 果汁还比酒精还高 但由于我国没有把酒类产品归类在食品 是由财政部负责管理 一直以来都没有被管制 但令人疑惑的是水果酒喝下肚也一样会被人体吸收 不少民众也担心会不会误买到辅导食品 觉得还是要避免一下吧 对啊 但是这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也没办法 进口的话几乎我都都比较少 本土的新鲜嘛 其实在日本在118升前 辅导五线进口台湾的产品以月光米纳豆 昆布还有秋道宇为最大宗 不过因为这些商品的替代性极高 众多品项都已经改从其他产地取而代之 卖场来说我们就会 聚集配合政府的一个法令规法 希望能够提供消费者安心的产品 让消费者不选择 只是开放进口宣布的突然 卖场业者到底要不要设置福食和非福食专区 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辨识度 也都还在等政府给个明确方向 而面对辅导食品即将扣关来台 五国的核能检验所也持续扩充检验量能 要替民众的食安把关 这台北综合报道